还差8分就到王牌13星了 你们说这次渡截局会不会掉大分 肯定不会再掉了 前两天都已经掉了100多分了 要是不掉那100多分 这个号前两天都已经无敌战神了 这局公公还是准备找车转移 然后去他的老家小核电站 但是这场景怎么这么熟悉啊 这么多人来车库拿车 上次他就在车库掉大分的 还好这次旁边刷了一辆吉普 要是没这辆吉普的话 可能又要掉大分了 这个人也想抢这个吉普 可是他没有抢过公公 赶紧走赶紧走 就差几分就王牌13星了 再打两把就是战神了 没必要没必要 快走快走 这把公公好奇怪 竟然没有来他的老家 而是选择搜野区 可能是觉得现在去小核电站已经晚了吧 所以说就来搜野区了 这几个野区我也经常来搜 特别稳 发育完美之后 常常就剩下63个人了 现在开车进圈 可以看到公公也是非常的稳健 直接就来开车站点了 哎来人了 来人先拔雷 哇 啊这颗顺暴雷震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可惜对面是偷车的 对面要是刚才进门的话 直接就被炸死了 杀完人之后继续在这里待着 但是好像又来人了 看到石头后有一个人 这里公公应该是狗分狗懵逼了 脚步是听见了 但是没有听清是哪个方向 就先在这里躲一下把防止被炸 但其实这只是一个人机 继续趴在这里狗分 怎么又来人了呀 这是狙击的还是怎么样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呀 一喷没有喷死 拔雷 对面好像并没有捏雷 在拐角处 这颗雷竟然没有把对面炸死 感觉对面挺呆的先喝药补一下状态 人上来了一喷 现在第二个圈刷了这里还在圈所以说继续在这里待会儿 但是这个车库又来人了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人呀 看见了在那浮地呢 杀完人之后继续在这里狗分 现在场上就剩下26个人了 现在圈刷了场上还有21个人 开车进圈 现在是第四个圈这个圈该去哪里呢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以公共的打法他肯定又要去马房去的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 已经听到假车库的脚步了 这个假车库肯定是个高手你看这里他藏了这么多车 先拔雷 感觉没位置对面也拔雷了 这个雷看了一下炸不到 是雷吗 这个男的是mg3呀 第一颗雷没炸死再来一颗来一颗反弹雷 这个雷应该是消耗到了 他一直在动不好掌握他的位置 一颗火风走位 再来一颗雷 但是对面也拔雷了 烧死了 有脚步人应该在旋转楼 不对 又是一个脚步 这个是个人机这个小 小平凡的是个人机这是两个人机吗 没有两个人机啊决赛圈还有人机呢我的天 还有个人机 打了打了 现在圈刷了继续开车进圈 常常还有13个人 直接就扎圈中心的房区 有脚步人在对面的车库先开枪把这个红色轿车给他干的 能撒下来最好 可惜差一点 哎 被拒死了 不知道拒的是不是这个红色轿车 拔雷 对面这个敌应该就在三层楼上直接扔雷甩过去然后逼近 跳下来了 跳到二楼平台了 对面直接往前压了不能再拔雷了 卡点位直接喷他 对面抱着S12P根本不给拔雷的机会呀 继续拔 他不会又要往前压吧 跳下来了好像 这个的应该能炸死 差一点 再来一颗 他一直在跑反弹雷反弹雷 再来一颗反弹雷 对面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再打药 这个圈刷的不错 还有一个角落在圈里面的 没想到人数掉的如此之快 专业间就剩下三个人了 现在伯母想干嘛 他想干嘛他想干嘛你一个二级头你想干嘛 还是老规矩先拔雷对面也拔雷的但是他这个雷好慢没想到是个烟雾弹扔 再来一颗 在那个小个间里边直接扔火吧不用拔雷了 死了 烧死了瓮中捉逼 哎怎么没死啊再来一颗雷 反正他也出不来 这个雷必死好吧 现在场上就剩下最后的两个人了 封烟进圈 又到了互相丢土之物的环节了 每次海岛决赛拳都要有这个环节 太牛了太牛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看见了这个小毛毛虫这个无几回动 还在那鼓用呢 鼓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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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雷直接解决掉他 哎看不见了 坐车上就能看见了 坐车上看 车上视野高 哎这个人鼓用到哪去了 不会鼓用到树后了吧 还是在哪个草里 再封一颗烟 先往树后追一颗雷看看能不能炸死 好像不在 再来一颗 坐车上看看 车上视野高好好看看他在哪 哎看见了在草里 喷他 杀了11个加了15分 终于到王牌13星了 还差20多分就无敌战神了兄弟们 还差20多分就无敌战神了